普京的首次公开的谈论瓦那事件 在俄卫兴社14号就引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消息说 俄总统普京谈了瓦那事件进行了表态 他说私营军事公司在俄罗斯的法律地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应该在国家政府杜马等等这些职能机构进行讨论 普京还表达了他对6月24号事件立场 他原文他说对于俄罗斯社会来说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了 瓦那的普通战士在战斗中表现英误 他们卷入这些事件令人遗憾 意思很简单 指挥官负有责任 普京说在谈到6月29号与瓦那会代表会谈时 普京说为他们提供了几种就业选择 包括在他们的直接指挥官的领导下继续工作 这应该就是瓦那要继续工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证实了 6月29号 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利公会见了瓦那创始人普利格任 和35人一共参加了会见 包括俄军的主观 克里姆利公特意提了也包括俄军主观 会见持续三小时 普利格金对普京表示将继续支持他 并为他作战 这里边有俄军指挥官 我觉得会不会就是谁呢 就是苏罗伊金会不会也包括俄光部长 这个会见如果不包括俄光部长 那俄光部长会非常尴尬 但是现在看从会后一系列消息 总参谋长和光部长应该是还在继续 但是这是咱们猜测啊 如果这个衰股 格拉西姆夫也在场呢 就确实非常尴尬 没准都动手了 目前看呢 这个死了俄军 所以俄军呢 这个空军有伤亡 对吧 普京谈到 他现在呢 对于瓦那 他表示法律层面这个集团是不存在的 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已经确认 这个 在 本月13日 这个普京接受采访时 谈到这个 会晤情况 普京也是首次谈了一些戏业 说这个原话 一方面 我在会见中已对 他们战场上表现做出评价了 另一方面 也对他们在上个月24号发生事情做出了评价 这是普京原话 紧接着这个说媒体问 说我呢 普京说 我向他们说明了几种继续执行军事任务的方案 包括参加战争 普京说呢 其中一种方案就是瓦那成员可以聚在一个地方 继续执行任务 其负责人不便 这个这是他原话 这就是意思很简单 瓦那要继续战斗 但是应该是不是在原来的 由俄军指挥的环境里 报道说呢 普京说 当他在会见中说明上述方案时 瓦那领导层多名成员都点头了 但是普里格金没有看到这些人点头 并在听完后 说瓦那很多成员是不同意改发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普里格金和这个瓦那的这些指数官 现在看矛盾 有矛盾 应该是意见不同意 所以为什么普京是要曝光 普里格金的这豪宅和他的一些情况 要咱们说对这个寡头精打击 敲打 现在看出 这些战士 要继续战斗的这些战士 想继续完成这种 想同意最高统帅的这个方案 我们继续战斗 而这个普里格金呢 显然他不同意 他有自己想法 那这个普京是很会玩这帮寡头的 现在看呢 普里格金现在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了 报道还称啊 当被问及瓦那是否会作为一支军事力量 继续存在的问题时呢 普京说 瓦那形式上存在 但从法律层面来说 他并不存在 这是一个真正 一个与真正合法化有关的问题 俄国家杜马下院和政府应该讨论这一问题 这是普京的原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啊 他这个香港注册的外国公司啊 就是在俄罗斯啊 这个公共军是非法的 所以他实际等于是个外国公司啊 外国企业法人啊 普京甚至还说啊 哇就实际是俄国啊 国家那怎么看待这个外国企业啊 这个香港注册外国企业啊 尽管他员工都是俄罗斯人啊 报道还说呢 其实这一国两制吗 说你看这不就一国两制吗 是俄国家杜马要讨论一国两制了 会不会到中国来研究研究是吧 普京甚至还称啊 瓦那成员在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表现硬啊 但他们卷入了24号的事件 让他感到遗憾 瓦那事件引起了这个啊 包括和塔斯社俄新社等等俄媒的空前报答 这个俄四营军事集团瓦那的创始人普利格金啊 在6月23号就啊 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啊 一些这个言论 甚至称啊 有营地遭俄军袭击 矛头直指俄军领导层啊 同时呢 瓦那武装人技术额南部的这种侧夫啊 这个瓦那的一些车辆向莫斯科正在推荐啊 等等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呢 是啊 瓦那这些真正的战士 按照普京想法 你们是战士 没问题 但是你们啊 让我遗憾的是你们被这个普利格金利用了 我觉得应该是大概是这想法 那瓦那是要继续被用的啊 但是这个领导层要换啊 普利格金要换 可能普利格金啊 说自己是疯了啊 可能他也明白啊 普京可能真的是啊 下了杀手了 就包括白鲁斯总统这个卢卡申哥甚至在谈话中也讲了 也讲到了 他跟普京谈的时候 普京当时应该是准备动手啊 这个实际就是定点清楚嘛 啊 就是一枚导弹的事 但是看呢 现在啊 看 普京呢 普京呢 还是没有动手 因为普利格金很实相的投降了 这个瓦那士兵啊 他们的要求 其实我觉得咱们普通人都能理解啊 尤其跟踪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啊 这么多这么长时间啊 一年多 瓦那士兵呢 其实是和这个普通的这些俄军战士啊 其实都在恶劣环境中啊 在进行这个啊 咱们说恶劣环境中进行战斗啊 这个时候如果指挥官有自己的想法啊 或者有些想法没有和士兵啊 沟通 很容易引起啊 这个士兵的滑变啊 这个瓦那战士没问题啊 是什么 是指挥员的问题啊 俄军现在包括瓦那现在缺政委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缺政委这个啊 这个关键角色 就等于普京需要派一个都军啊 咱们说中国这个明朝时期是吧啊 这个派 这个武将出征都要派一个监军啊 独战 这个监军是什么 一般都是明朝会派太将啊 就是皇上的人 实际让这个所有的这些底层的官兵 你看中国这个逻辑 让底层的官兵啊 你有这个对这个将军啊 对这个啊 官员啊 武将的一些不满都可以给我汇报 是逻辑吧 你给我汇报以后呢 我是直接可以面啊 面见皇上可以向他们转达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武将啊 他就不敢去做一些违反这个 咱们说基本常识的啊 也就是说 会把这个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 对吧 那你看普京现在就缺一个在网呢 设置这么一个政委角色 哪怕是都军角色 这个乌军就做得很好 你看这个亚索营实际就这么一个都军作用啊 但是人家完成的还是还是挺不错的 目前看呢 普京啊 应该是按他原话 应该是给他们啊 一个新的表现环境啊 应该就是要让这些人继续由原来的指挥官指挥 那这个指挥官里边是肯定不包括普里格金啊 据我了解普里格金说他疯了 肯定不会让一个疯子去指挥了 他也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 他是由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些指挥员 雇佣的专业指挥员去 去做的 所以普里格金呢 实际啊 我觉得与这个普通的瓦那士兵 现在啊 应该是按照额媒的报道 按照普京的计划 应该是在区分开 普里格金现在和瓦那士兵 至少他不同意这帮瓦那士兵 按照普京的想法做 也就是说他应该是正在被孤立状态 按照顾的计划